大家好,我是乖修长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做一下无评 今天是2021年11月18日 那么像三中指数呢 三五盘量能已经达到昨天的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今天应该是微微方量的 然后开线的话呢 今天是属于探底回升 给出一个明显的下映性 其实对于三中指数来讲 咱们前面讲的赤字比较多 觉得节奏把握的还是比较靠谱的 第一,对于当前来讲 咱们从短、中、长三个维度来去看 短的话呢,多头占优 震荡当中 这个多头占优指的是什么,单阳不破 前面的出现这样的强底分之后 后面呢,多日调整 它没有破这个单阳的位置 还属于一阳不破 还属于多头占优的一种状态 好,那么这是短期的一个视角 那么今天是多头占优的话呢 后面可以以这个阳线实体 作为一个防守卫来进行跟踪 它只要不出现 起诉的一个调整破位小平台 那么它都属于这样的一个震荡 在震荡当中甚至不拍出 往上面呢,再冲一下 冲一下的时候呢 再往上就看有没有中央放量虚并了 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力度的体现 有力度呢,多反弹几天 没有力度的话呢 那么结构保满之后 防范的是 反弹结束 历史重现 这短周期来讲的话呢 当年还是属于震荡 震荡的区间的话呢 咱们前面也讲的比较清楚 3520到3550点位 以这个区间呢 作为一个震荡区间 震荡区间到时候观察呢 是给出三连买点还是三连卖点 三连买点的话呢 是向上选择方向 三连卖点的话呢 是向下 好,这是短周期的一个视角 就属于一样不破 用短周期的维度呢 结合内部结构五分钟 五分钟的维度呢 它就属于从3448点位以来 走的是一个中枢延伸的剧情 这个中枢延伸的剧情的话呢 后面以三迈三迈作为一个临界点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向上力度不强 那么呢 五分钟攀成上 一旦呢 结构完成 发生背驰 反弹随时可结束 这是一种剧情 如果向上的力度比较强 能够有中阳 苍阳 方量 虚命 然后呢 观察三连买点 然后呢 反弹可延续 好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只要没有给出中的三迈卖点 也没有给出三迈卖点之前 以3520 3550 作为一个增长区间 好 那么向下的防范呢 防范的是快速跌破 一分钟 快速跌破 3520 反周不进入 那么它就属于 五分钟三迈卖点了 三迈卖点一旦出现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是防范五分钟反向运动 甚至考验前提了 好 这是三种不同的情况 那么呢 向上给不给三迈 向下给不给三迈 中枢增浪 那么中枢增浪放在板块里面 就是轮动 板块轮动的话呢 个物分化 个物分化的话呢 这么交易来讲 就不能马上的追高 只能用控制仓位 低级高高的视角 好 这是对于指数的一个表达 好 那么指数表达过中呢 后面就是呢 只要不出现 一分钟的快速下跌 破位3520 之后反周站不上来 不出现三迈卖点 那么呢 都可以把它作为增长来去看待 好 这是短周期 那么中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当前从 3723点位以来 咱们前面讲的今天 它是一个下行通道 这个通道呢 想要向上 越过去 它需要方量 没有明显的方量的话呢 那么这个节点 就是向上的空间也不大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中期的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么长期的为止呢 它还是一个大的震荡 3380 上方的话 3730 在这样的期间里面 是一个大的震荡 好 这是对于指数的一个表达 这是一个大的环境 就是小周期 中期和长周期的一个视角 然后呢 再看板块 板块的话呢 那么今天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 值得一提的是 向元宇宙 以元宇宙为核心展开的 开始调整 这个调整的话呢 跟昨天有一个 小的利空有关 就是呢 官媒直接点名 元宇宙是封口还是封口 好 那么我们来看 像今天元宇宙 元宇宙对应的 指数来讲 它是出现明显的 在哪个分化调整 与指数对应的 例如说像 科技方向 像5G板块 像华为概念 包括呢 像 我们来看 像半导体方向 好 那么这两天呢 都属于这样的一个 体材 这样方向呢 是属于一个分化的 那么大家会发现的 像 锂电池 今天呢 是 进一步的 这样的一个 修复 或者进一步的 这样的一个反弹 就是呢 像锂电池 能源车 像光伏 这些方向的话呢 它的走强 或者说短周期的走强 那么它是以什么为代价呢 以前面的 像一些科技 体材 元宇宙方向的 走弱 就那还属于 相当于 资金的 七九百的作用 那么七九百的作用的话呢 那么 后面观察的一个 节点是什么呢 当前要么 谨慎 要么用短线的 一个示威去跟 那么对应的 像 锂电池 重点 观察 像天气 锂业即可 天气 锂业的能持续 那么这个板块呢 可能就带动作用 如果这个 这一只个股 一旦不能持续了 这是咱们昨天晚上 讲的一个视角 如果这一只个股 都不能走出 直律线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整个板块来讲 它也是一个 短周期的一个视角 就能相伤的空间 或许有限 但是呢 对于一些 具体的个股来讲 要分别去看待 像永泰科技 这类个股的话呢 尽可能就是 近而远之 像 西藏 朱峰 这类个股的话呢 其实对应的 就是这一类 不是这一支 它如果中到前面 调整的非常充分 到140年居然附近 近期的话呢 居然不管是被磁 MSD 迪背离 再加上枪底分 你可以用短线的视角 可以去 跟可以去观察 但是呢 见好就收 见不好就跑 好 这是对于 铃电池 能源池方向 好 那么从板块的角度来讲 本身在在高位 所以说呢 对于 当前的市场的一个节奏来讲的话 还是要有自己的主心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这个节奏的话呢 对应的 例如说像 起繁 巅缆 那么今天呢 又是 涨停开板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 前面咱们讲的就是 刚才在 分享的一篇文章里面 讲到买入之前 一定要多问自己 这几个问题 那几个问题呢 第一 它是不是买点 如果不是买点 不能盲目的去买 如果是 那么是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买点 级别关乎仓位 关乎买卖量 那么类型的话 关乎应对方式 就那起繁电缆来讲 像这类个物 它就属于日线的次 三百三十分钟级别的买点 三十分钟级别的买点的话呢 是用三十分钟级别的 相应的仓位来就把握 后面观察的几点 就属于向上 那么对应的 三买转二买 还是三买转一买 以及呢 如果说没有被词 那么对应的 一旦出现这种 快速上涨 出现这种偏离五军 那么当简直简 这是应对的不同思路 就是买点的类型 它关乎的是应对的思路 例如说呢 对应的被词下的一类买点 那么观察一买 是会不会转化为三类买点 那么二类买点的话呢 那么观察的是内部 就是说呢 像二类买点的一个表现 看二类买点在什么位置 后面向上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还是什么级别的 那么呢 如果是三类买点 那么观察三买 三买是转一买 还是转一二买 它是应对的方式 是要不同 纠错的机制不一样 一类买点的话呢 错了是什么呢 三买转 一买转 转三买 即是立场 如果说呢 破了前面低点的 即是立场 如果说二类买点的话呢 是以低息的一个方式 介入的 介入过程了 反弹和前面 有这样的一个背词的关系 那么呢 随时可以走卖出 如果说呢 后面没有反弹 持续往下了 甚至给不前面低点的 纠错 就是呢 级别 一是不是买点 是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买点 第二如果买的话 买多少 不是肯定不能买 买的话呢 买多少 然后再者的话呢 对应的 如果说 后面走势不及预期 应该怎么去办 以及 整体的仓位 是不是可控的 好 这才是核心 这才的重点 那么对于像当前 这样的一个板块 轮动的一个环境之下 那么对应的一个节点 而且是属于分散 没有核心的 这样的一个 主流性的这样的热点 所以说呢 对应的 还是按照一定的 以超低反弹 底位底价的 近期有这样的一个量能表达的 那么像今天 对应的话呢 例如像电信运营 咱们在前两天 重点点频道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呢 跟人反而可能会更存在 比较安全边际 比较高的一些 短线低息的一个机会点 而对于什么 像风能也好 像 一电汁也好 光伏也好 能源车也好 那么一定要区别 就在这里面呢 一整个板块的高位 二的话呢 内部的个股 一定是高低切换 的一个视角 而且的话 要短线的思维 不要盲目的去追高 好 这是对于 盘面的一个态度 那么所以说呢 像当前的一个 行情短周期来讲 增浪 好 短周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是属于增浪的一个剧情 那么呢 这个增浪 后面观察 力度能不能跟上 能不能给出 向上离开断 离开断有被迟 有被迟 向上转败一点 无被迟的话呢 那么可能反弹 可以延续一下 这是观察的重点 好 这咱们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 留言点赞 好 再见